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陣容的一個很重要的使用 一場四敬四散 大陸現在他們 他的中期學校 開始穿過了 剛才也不想找差不多三年 那麼他們也喜歡看看 他們中國人 在國外的發展 是什麼樣子 人家對他們的看法是怎麼 他對全世界的看法又是怎樣的 所以我認為這個題材 是他們目前想要看 所以他們其實在前面上 接下來也是我們很熟悉的 我要改口教他一張導演了 我們歡迎鄭兵輝 一二三 開始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就是 我 連續幾部戲都有跟霍仁大哥合作 然後他也陸陸續續的透露了一些 他對這一部電影的一種看法 還有他想拍過關於藍區的電影 我告訴他我也這樣有意思 他聽完了以後 他一個反應就告訴我 霍仁大哥 如果你拍這個戲的話 我一定會去看 其實來的有一天他就突然間問我 來 不然你做導演呢 他一點都不驚訝 他一點從眼神裡面 他也說 好了就這樣 其實心裡那時候在時髦之間 真的發生了很多東西 因為從來沒有拍過電影 第一 從來沒有拍過導演 第二 所以這兩個點就可以足以 把我殺死 如果我做錯的話 做得不好的話 真的會死掉 可是我覺得那時候 我就一再一刹那間覺得 算了 平來降倒 誰來扶岩 我就答應了他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不過沒想到他是不是認真的 然後發現了他既然是認真的 然後我就揭曉這個重點 很自然的 我們沒有給皮子任何的壓力 沒有給皮子任何的應許 說你必須怎麼樣怎麼樣 就開始了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因為現在就是 他在戲裡面叫龍老闆 所以我就幫他畫江湖一條龍 我可以說再見巨人這部電影 是以籃球為本 也就是說故事圍繞著一群籃球員 可是更大的一個故事就是 它是一部勵志電影 它探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尤其是當這兩組人 不太了解對方的時候 當他們碰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插出了火花 發生了矛盾 我們之間關係的進展 可是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到 今天住到外地的中國這麼多 他們在每一個地方 他們有碰到他們的困境 他們在每一個地方 他們有碰到他們所經歷的 一些真實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 在國內的一些同胞 他們是很想知道 這裡啊你們拉住最後兩條 達人一定要懂得籃球 應該懂得籃球 可是不只要懂得籃球 一定要對我這個戲 太有興趣 不只要有兴趣 我这个故事拍那样感动 只有你在看电视 电飞你玩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 我还记得我没什么机会 可以被选中 所有人大哥 见到我们几位身材蛮高的球员 就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与这个电影 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表现蛮满意的 然后就给我们的这些角色 等到七点我才下班 我看没有人我就上去 这几个人在其中工程馆对着天 对着外面 没有人听到我 我都在那边就大声就练 十五个挑战之后 也会第一个压 每次投入那么久 绝对对陈奥 当我们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我们会有挣扎 到底是要找一些高度190以上的 远延来远篮球员的 还是要找一些已经会打篮球的 来演这个角色 我对戏方面 我一直以来都坚信 我不喜欢那些比较夸张的演法 我也不喜欢非常浮夸的演法 所以我着重的是在于内心戏 发的时候不是在这边讲的 尤其是个新加坡 讲话说是在讲的 主吧也很难 这种话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给你找到后车 主吧就是这样不动的 所以你动的时候 你肩膩就卡在某一点 叫了我们很多东西 尤其是最重点的 就是情绪方面 我觉得那一个月 对我来说来拍这部戏 真是太有帮助 如果没有那一个月的话 我觉得很难不懂 怎样去演呢 上面做一个老太太 要补熬给一块 你说喜欢不奇怪 那个词他让我们读了很多遍 每一个人都读 但你得用不同的方式来读 比如说 我觉得我学到就是怎么放开 就是投入那个角色 不要把我自己当成我自己 要进入我的演的角色 然后不需要害羞 可以把它 可以放多少就放出来 你们在打球的时候 我希望那个肩要过去 然后也尝试一下 你们打球的时候 用你们的人物打出来 因为是蛮好玩的 我觉得他们各自 都有自己的心动 陈昂其实是一个很安静 不什么说话的女人 然后他是从中国来的嘛 他的家乡背景不是很好 就是说他蛮穷的 然后他妈妈也陪他来到新加坡 然后妈妈做工业赚不多钱 然后他就是来新加坡打球 然后为了养他妈妈 陈昂他本身 当我们在选演员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陈昂是一个 他必须有一点像姚明的感觉 很高很大字 然后他的感觉是很憨厚的一个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 陈昂的话应该是很憨厚的 在很多方面我都可以 relay到陈昂这个角色 因为陈昂是一个比较安静 比较没很多comments的一个人 所以我也是一个蛮安静的 但我也是蛮讨小的 如果你真的认识我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我们讲得多话 但如果你不认识我们 就是一个陈昂的一个角色 我也不什么给人讲comments 因为我真的认识你 我觉得邵华给我第一反应 他是一个我的初级第一个认识 我觉得他很帅 我觉得他跟我很不像他很帅 我很不帅怎么比 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惊讶 这个角色给我演的话 把力会很大 然后慢慢慢慢 我去开始投入到准备到开始拍 都进行了一半的时候 我对邵华有整个新的认识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独 很自私 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我很不喜欢这个角色 我觉得我把我这个角色 怎么这样一个人 可是呢 拍戏就是好玩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一定要把他这样一个 一个感觉来演出来 然后后来导演跟我讲说 因为你还不够完全录戏 所以我为了准备这个角色 然后下一场戏我就开始 我就把自己变成唱了 他的性格跟其他人都完全不一样 他比较深层 甚至有一点点的黑暗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可以说是 这部戏的反派吧 让我跳 让我跳 所以每一个记得 每一个能量就是180到0 他就读0.5 不要60不要70 要做就做 不要做就不要做 他是一个 这个戏里全部的角色当中 他是唯一一个很专注 他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不管别人怎么去看他 我觉得一个男人 我觉得他最可贵 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就是他 我太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他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目标 他敢于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小弟是一个非常年轻 有时候有一点好玩 然后有一点玩世不恭的感觉 在这个人物我们选择包围节 第一是他别人的感觉 很年轻的过来 我给他一个挑战 我们开拍之前 我就给了他一个挑战 我说我要完全看不到房子 小弟的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一个土 土气 一个中国的一个土气 中国土害的一个土气 没有看过大城市的东西 所以我只要抓了这一点 一个 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中文 但是我 我是从上海来的 城市过进来的 所以 但是我有去过农村 我也去帝过 SUDDEN REFERENCE 以前的一些印象 跟那些农村孩子玩的时候 他们到底是怎样的 因为小弟这个人是 整部电影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 蛮P的一个角色 因为大家都快到 有些难过的时候 所以它都会很无聊 但是小弟是个人 让大家整个感觉 让大家整个气氛 嗨起来 难过的时候 他就难过 然后大家安慰我 然后大家难过的时候 我就尽量让大家笑 因为小弟 本来是比较的 表面 Surface 做的东西就是 别人要哭就哭 要笑就笑 我要你答应我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辜负我们对你的期望 一定要打出最好的表现 大弟的背景故事是 他其实来新加坡 是为了照顾小弟 他是为了答应他父母 要照顾小弟 他才放弃了在中国的 他可能是一个神队队长 是他放弃了在中国的前床 跟着小弟 为了要照顾他弟弟 在新加坡发展才过来 他一直以来 他给的感觉是一个大哥 就是很照顾旗下的那些小伙伴 然后是一个队长人权 试音当天后人大哥就问我 有没有弟弟 然后刚好有一个小弟 小我五岁 他就告诉我 我有那个好人的样子 就是大哥的样子 喜欢会照顾人的样子 然后所以当天 他就让我私人的详细 告诉我 我蛮适合大弟这个角色 就是一个董事啊 很简单 就是谦虚的一个哥哥 就是也是队长 就是要整个球队 可以凝聚在一起就最好 然后把球打到口 是发挥的最好 打球方面我觉得 很正巧的 我觉得大弟的 对篮球的态度 和个性 跟我蛮相似的 就是中规中矩啊 蛮老实的 就是 老板你要坐吗 老板请问你要吃什么 盘牌啊 还等什么 OK OK 我買啊 快給大家快快快點 信心是最重要的 放出去 就是這麼簡單的 放出去 OK 高明正倫就是一個比較暴躁的人 在他來新加坡之前他存了一些禍 他的媽媽 他的父母就 把他拍來新加坡 希望可以換一個環境 跟改變一下自己 他是一個籃球非常棒的一個籃球手 他的脾氣非常暴躁 非常火爆 非常有爆發力 他的性格也在他的籃球看得出 他是一個爆發力非常可強 他出場的時候我覺得他非常帥 因為他一拿球了之後 他撞一次 然後我們就用了一些 我們用慢動作 真的顯示出他把那個人完全撞 我本身非常喜歡高明這個角色 因為我覺得暗冰他演高明這個角色 到了後面 當我剪接的時候 我常常問自己 可不可能有另外一個人來演 我想不到另外一個人 就好像陳昂 大廷 小廷 少華 還有 如果你要我再選另外其他人來演的話 我可以說是 我想不到其他人來演 所以我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在拍攝的過程 已經慢慢地進入角色 成為了那個角色 成為了那個角色 所以我說第二半 你們各自的同時 你們各自的同時 馬上飛了 這個情節就是 你們一直傳到 所以 所以 我們就會轉去 剛才那邊 開球 電影 是一個 所謂 視覺的語言 當我們看一個畫面的時候 那個畫面必須給觀眾 一個感覺 也就是說我要表達的一個情緒 可能是很狂的一個鏡頭 然後那個人物可能是很小 可是人物走的方面 或者機器動的那種方向 可以顯示出我要帶出的感覺 在戲裡面 我都刻意用了很多不講話的鏡頭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鏡頭 希望就是用鏡頭來帶出感覺 我是一個視覺上要求很高的演員 我希望我是了 我覺得我是 不過我非常開心 因為我的攝影師 跟我有一個共鳴 他了解我好的東西 然後 故事板也真的幫助了很多 因為大家看到故事板之後 都知道 燈光要怎麼打 機會要怎麼打 在拍籃球的戲 跟在打籃球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要牵就那些鏡頭的 那些角度 我們站的位置其實都要特別安排 然後我們的動作 要怎麼樣誇張 還是我們的移位不可以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算跑過也不可以從鏡頭面前跑過 這些都是我們沒有猜想到的 我開始計畫的時候 我要每一場籃球都不一樣 比如說小學的時候 當然小學的籃球程度 是不能像 新苗 那麼近 那麼高 所以在小學的時候 有一點瑕疵 而且是故意 故意這樣子去 然後呢 要非常突出 成行的 它這麼高 這麼厲害 就是完全把那些中學生球壓下去 可是到了新苗的話 新苗的籃球的時候 他們要非常非常地有 非常非常有衝擊 所以在計畫那個鏡頭的時候 也比較很難一點 不過也比較好玩一點 因為可以灌籃 可以空中環球 可以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小學的 中學的時候 可以說是 是我的當攻Basketball 可是到了新苗的時候 我要的籃球 我參考的籃球是非常專業的 而每一場比賽的隊友不一樣 比如說第一場比賽的話 真的是 突然間 來了一個下馬尾 他的第一粒球 就是一個下馬尾 穿 穿 穿 扣完 然後就真的帶出了一個 真的是千軍萬馬 衝向敵人 把他們殺的片角度 拍攝之後 我慢慢會了解到 外人才的 他們也有自己的困難 也有自己的故事 所以 可能就是我拍攝這個戲 所學到最寶貴的一個經驗吧 這段經歷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終身難忘了 因為你在上學讀書 也可能你在讀書期間 你可能會認識這樣的好的朋友 拍戲我們就跟在一起 可能是軍訓參加軍訓一樣 每天一起吃苦 一起過了難熬的日子 很有壓力的日子 一起哼笑 在戲裡面甚至一起哭 我可以講到一個具體的事 就是我們在拍到 我們在更衣室裡面 最後在一起吵架 在一起 吵完架之後 準備一起走出更衣室 那段時間我們是要哭的感覺 你記得記得嗎 吵架 那個哭的時候 當時我可以肯定 我也跟幾個戲裡的朋友 我們在後來有聊過這件事 我覺得當時 我們哭出來 有更多的一部分情緒 其實在於 我們覺得在一起拍戲這麼久了 我們在一起歡笑 一起吃苦 一起玩 一起瘋 一起傻 一起鬧 那麼我們這個感情 就算在一瞬間感覺 戲就要拍完 我們在拍後面的一個結局 所以我們覺得很悲傷 很奇怪 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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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恐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